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能夠在大小活動 斗法支援 農耗農漫喔 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火爆獸 經典社群日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這禮拜又假日就是經典社群日的到來 這次的主角是火球鼠 那最終進化型的火爆獸能夠獲得爆炸鏈 到底值不值得你在炎熱夏天進行捕捉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次的活動內容 以及主角到底強不強 好 那首先的話先來看一下這次的活動內容 那經典社群日的時間 將會在這禮拜六 6月22號的下午2點到5點期間舉行 那它不同於普通的社群日 它在這邊的加碼獎勵部分內容上是比較少的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 不同於以往是以三倍的獎勵進行加碼 那這次的話是分成經典值捕捉的時候兩倍 那捕捉星辰的話也是兩倍 算是這次比較特殊的 其他的話則跟普通的經典社群日一樣 像是又有模組跟薰香延長三小時 那拍照的時候也會有驚喜藉購 然而捕捉的時候獲得更多糖果以及交換這部分 這邊是沒有獎勵的 那這次經典社群日的主角 將會是第二代成都地區火系的御三家火球鼠 在社群日活動期間它將會在野外大量出沒 而且遇到色違的機率也會有所提升 還有的話就是進化到最終階段的火爆獸 將能夠獲得社群日的招式爆炸烈焰 但時間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這邊是2點到晚上7點期間 跟社群日到10點是不太一樣的 然而它算是一隻比較專精於在超級跟高潔蒙對戰的角色 這邊丹尼有把IV列出來 玩家在活動期間也能夠都努力的抓一下 看能不能抓到這些體質色違的 那也因為經典社群日並沒有糖果加倍 並且菜柔的獲得機率提升 所以玩家要注意在時間內 捕捉火球鼠的時候 記得要進化火系的超級進化角色 這邊列出來總共有5隻 玩家可以參考一下 至於這次進化成火爆獸 能夠獲得專屬招式爆炸烈的話 玩家們應該很熟啦 畢竟每一次的火系專家出來 都是會獲得爆炸烈 這招的話能量上需求50 並不算特別的低 但是威力非常的好有110 謹書給兩個有帶副作用的過熱 以及皮克體尼專屬招式的必樂宴 算是多數火系參加拿到這一招的時候 都一定會帶的招式 至於火爆獸詳細的招式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解 這邊先來補充一下 這次活動內容其他的部分 首先的話在這次經典社群日 活動期間天理調查裡 能夠獲得火球鼠 星塵以及超級球 第二點的話是固定有選秀會 比大小放火球鼠或者火爆獸 算是基本的一個行程 再來來到右手邊的話 則是這次的課金區 玩家如果想要獲得更多的一些道具 或者是捕捉火球鼠的機會的話 也能夠購入這次一美金所擁有的 火球鼠經典社群日的特殊調查 商城的話則是有三個禮盒 分別是微博石豆的高級球十顆 一張厲害券以及特殊調查 4.99美金並不算特別貴 玩家需要的話可以購買 至於在遊戲裡面有兩個禮盒 分別是1350以及480 道具上的話其實都差不多啦 就看玩家是否需要再進行購買就好了 好那這也就是這次經典社群日 官方提供的一些基本內容 提供給玩家們參考 再來的話我們將來介紹一下 這次火球鼠進化之後的火爆獸 到底在目前Pokemon GO裡面 詳細的數據以及實力是如何 那這邊的話先來看一下它的進化階段 火球鼠是成都地區的寶可夢 原本它是能夠進化變成火岩鼠 再最終變成火爆獸 但是在近期待喜翠地區登場之後 其實是由火爆獸喜翠地區版本的 將從火系變成火根幽靈 但是目前Pokemon GO裡 並沒有辦法從火岩鼠直接進化上來 但是也不排除改天會像阿羅拉嘎嘎那樣 直接把它進化上來的一個活動 所以玩家如果想要超前部署的話 這邊丹尼有幫大家把火爆獸 喜翠地區的超結盟跟高結盟體質給列出來 你可以在這次活動裡稍微注意一下 能不能夠抓到這兩個體質的 算是我們今天影片內容裡比較細節的部分 好那這邊回到成都地區的火爆獸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數據 50等CP達到3266 並不算特別高 本身的攻擊力跟坦度的話 都算是比較中等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同樣參考這個評分 來看一下它攻擊力跟坦度到底落在哪裡 當然了這邊火爆獸的數據就沒有到很好了 攻擊達到223 在我們評分表裡只達到B加 那坦度的依據我們是用防禦力乘以耐力再除以1000 那這邊的數據也只有B減而已 藉此我們可以知道火爆獸在大死盟盟 並不是它的主戰場 所以這邊我們先來看一下 超級盟盟CP15的狀況 那比較的角色分別是 目前火系前三名的 古文巨生2 阿羅拉嘎嘎 以及烈劍英 那四隻比較之後可以發現到火爆獸是裡面攻擊力最高的 達到132 那坦度的話則是阿羅拉版本的嘎嘎 19.1是最高 綜合體質也是它的最強 那裡頭的數據因為我們把小數點給去掉了 相對也可以發現到古文巨生2跟烈劍英攻擊力是一樣的 而坦度15.6竟然也是相同 當然其實如果詳細來看它的防禦跟HP的話 兩者是有點不一樣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綜合體質 古文巨生2是比烈劍英多的3點 是細節的部分 再來到高結盟的話這邊嘎嘎因為CP的關係沒有辦法拉到那麼高 所以我們把它換成同樣屬性的喜翠地區火爆獸 試者比較之後玩家可以發現到 攻擊最高的並不是成都地區的火爆獸了 變成喜翠地區的 然而坦度跟體質重量值最高的都是古文巨生2 可以發現到為什麼火系裡古文巨生2在高結盟出場機率比較高 一部分就是因為它在對戰的持久力也比較好 烈劍英的話則排名在第二 攻擊英的話稍微高古文巨生2一點些 然而今天的主角成都地區的火爆獸 也算是一隻攻擊力不錯 坦度偏弱的類型 當我們把等級升到最高來到大神魔的話 這邊比較的火屬性角色就比較殘忍了 畢竟不論是火爆獸還是古文巨生2 在CP上來說是要跟神獸相比有一段非常大的落差 就鳳王的數據來看 不論是攻擊力 坦度 或者體質重量值 跟前面三隻比較起來都有一段明顯的差別 唯獨喜翠地區的火爆獸 在攻擊力部分勉強跟鳳王一樣 不過鳳王本來就不是以自己攻擊力著稱 跟鳳王相同也沒什麼好驕傲的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到火爆獸基本上在體質的部分輸太多 不會在大神魔出現 那在看完體質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屬性 火爆獸是純火系嘛 他本身的弱點是岩石 水跟地面 而抗性的話還不錯 高達6種 算是一隻弱點少 抗性多的角色 而且他的招式組合數據其實也不差 因為本身是怕水 地面跟岩石嘛 這邊剛好有草系招式能夠去壓制 只是他擁有的草系招式是日光素 出招式相對的偏慢 所以在這一季的話官方給他一個雷電拳 在面對到水系的時候 相對的能夠快速的處理 我們在這一季也有拍超級野萌跟高結萌 帶著雷電拳的火爆獸 也能夠感受出雷電拳帶給他的效益 至於我們來詳細看一下火爆獸的招式數據的話 玩家能夠感受出他的招式真的是不錯 小招裡面除了有一個威力跟能量非常好的燒進之外 在屬性打擊面上有暗影爪 玩家如果在高結萌使用的話 想要針對古龍騎阿蒂娜 燒進可以改成暗影爪也算是不錯用 至於在大招部分的話 目前標配一定會帶雷電拳 因為只要40點能量 配合這燒進兩下一擊 算是出招輸比起之前來的快上許多 也彌補了他原本出招偏慢的問題 至於第二招的話 玩家如果是帶燒進的話 可能火系殺量足夠了 你反而可以選擇日光速 因為雷電拳的話 只能打水系跟飛行 相對遇到地面系跟岩石的時候沒辦法處理 日光速剛好能夠進行反殺 算是一個不錯的招式配置 但是爆炸電拳擁有優秀的招式數據也很難令玩家取捨啦 所以整體來說 怎樣的搭配都會有一定的優點跟缺點存在 就看玩家在使用火爆獸時 隊友搭配誰再來決定吧 那除了目前火爆獸擁有的招式之外 這邊丹寧也幫大家挖掘了 火爆獸在原作裡還有哪些比較好用的招式 那雖然小招部分我們阿銀爪跟少盡了 但是還想要獲得更多 那原作裡還有滾動跟吸鬧 這兩招在屬性打點上 也能夠給火爆獸打出不一樣的感覺 然而大招的話 這邊有燕反 泰山阿定 挖洞 閻崩 暗影球跟瘋狂不特 這幾招都算是不錯用 不僅能夠帶給火爆獸如同雷電拳的快速出招 在屬性打點上來說也增加火爆獸的彈性 所以火爆獸未來目前還是一片光明的 值得玩家更多的期待 那如果我們把時間拉回現在 來看一下他在PVE的狀況的話 因為他有燒進跟爆炸鏈嘛 其實這兩招都算是PVE傷害量不錯的招式 但是礙於火爆獸本身的攻擊比較低啦 也導致他在PVE的傷害量被受到限制 DPS秒數傷害只來到16.4 在火系排行榜裡排不進前8名 坦度的話也就26.5並不算特別突出 所以我們可以簡單知道 他在大閒盟跟PVE都不實用 玩家在這次活動裡其實100%的 除非你有愛要收藏 不然是不用特別的努力去追啦 只要針對超閒盟跟高閒盟體質就好了 那我們來追下總結吧 我們這次看完火爆獸的數據之後 玩家們應該知道他就是一隻對戰角色 在高級跟超級有一些不錯用的狀況 雖然在體質上來說坦度沒有到很優秀 但是屬性的抗性還蠻多的 加上優秀的招式數據 相對讓他在對戰裡能夠有一些發揮 所以丹尼的評價又來到A- 所以在這次火爆獸經典社群日的期間 看能不能夠抓到一隻在對戰的好體 然後在對戰裡嘗試看看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提供給玩家們 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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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見